感谢观看,远观看此士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,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在所谓正史中的评价很低,被贴上神魔昏君,暴君的标签,其实,这正史又是神魔人编写的呢,后代王朝为廖正明自己的国治政,多么代表天意民心,必然会对前代政权极尽污名化之能事,其中也包括将前代帝王推化,在后汉书和三国治上经常会,提到汉灵帝刘红这个人, 石魔荒淫无道,石魔漫官欲绝,这些坏事似乎都和这个皇帝有关,但是,历史的真相就是如此嘛,原本,以刘红的出身,他是不可能继承汉朝帝位的,他或是一个解读亭侯,简直就是基层贵族,永康元年167年,汉皇帝刘志驾崩,王后斗妙和他的父亲斗武把持廖正玄,最后,邓氏外心选择廖汉张帝刘达的玄孙,和奸孝王刘开的曾孙, 借多廷侯刘红入城大统,这一年他才十岁,汉灵帝范列在后汉书里面感慨说,和奸得福,还,零成四,刘红出身于和奸国,但这不是说明和奸王有什么所谓的福气,或不过是刘红的地位不高,倒是外妻觉得好操纵而已, 大将军斗武原本以为就此可以掌握朝政廖,斗武除廖世外妻之外,还是环帝时代的党员领袖,拥立领地的时候,斗武于太赴陈凡,大将军斗武及司徒胡广,三人共贪路上舒适,一时间毫不威风,斗武和陈凡这些人掌握大权之后,密谋彻底铲除宦官集团,没想到,斗武这些人做事不谨慎, 反对宦官能抢先下手,斗武,陈凡等人今被灭足,在这场血雨腥风之中,少年天子灵帝刘红似乎是一个施语者,因为在任何一方眼中,他都是一个傀儡,随度年纪的增长,刘红开始表现出帝王的手段,开始从拔布臣子们手中夺回权力,斗武首先,刘红试图从外朝官员手中夺取行政权力,西平六年177年,灵帝刘红设立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班子, 施中赐,直接处理政务,召开外朝的官僚集团和宦官势力,施中这个官名不已有之,西汉初年至汉武帝初期,施中的职责是执事左右,分讲成疑服务,下至献气胡子之属,即谨负责服侍皇帝的日常起居生活等事宜,从汉武帝设立中朝,架空外朝官僚集团之后,施中在两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上升,可以这样说,施中就是皇帝的私人班子, 是最高核心权力小组,施中之职,长出纳帝命,积极皇级,总典立直,从乡离仪,以和末邦,以避数物,所谓左天子而统大政者也,灵帝东汉时候,由于宦官,外妻势力膨胀,天子身边的施中,反而摔若廖,进入廖臣之期,和灵帝设立施中次,则是对外妻,宦官势力的一种反击,史书记载, 出至世中,北市皇门侍郎元各六人,出入境中,进世为我,省上舒适,这样精于权力运作的皇帝,还是各昏君吗? 东汉从建国开始,皇旋就不是很强大,其中来自地方豪族的制约就很严重,史家大族是东汉政治的常态,也是让皇旋很不舒服的东西,史家大族把持政权的一个方式就是控制官员选拔渠道,哈林帝对这个现象也有所动作,他搞出了一个教三护法的热官回避制度,后汉书后汉书蔡庸传记载,出,朝一以周郡相党,人情比周,乃至婚姻之家其两周人士, 不得对相兼灵,致世富有三护法,禁忌转逆,选用艰难,这就是所谓的三护法,而女性家关系的人不能在对方周近做官,另外还有所谓的两周回避,东汉十三个州,如果甲州的人在乙州任官,则在甲任期内,乙州人不得出任甲州常官,反之亦然,这种回避制度,就是为了要打击世家大族对政权的垄断,打破原先的利益格局,哈林帝是个很有文学艺术天赋的人, 书法区附都很不错,在中国文化史上,哈林帝还有一个巨大贡献,就是光合元年178年,设立了红兜门学,红兜门是当时洛阳皇宫的北宫门, 林帝得这个学校是伴在皇宫里面,学生都是天子门生,幻官聚后看书蔡庸传记载,出,地好学,副造黄西篇50章,因引诸生能为文副者,本坡以军学相招,后之为耻读,急功书养传者,接家引诏,碎至数十人并带至红兜门下,在军学一统天下的东汉时代,哈林帝办许料搞文学艺术的红兜门学, 多少有点离京叛道,除了因为林帝本人是个文艺青年之外,更为重要的是,林帝的红兜门学是他培养自己力量的基地,进入红兜门学学习帝世子,将来或出典周俊,入围上书世中,风刺猴绝,很明显林帝很注急地要从外戚和宦官手里夺回旋力,时常是红兜门生大都出身寒威,而且他们是以文学艺术才华作为入室途径的,大多没有那种家传经学,世代为官的家世背景, 和相应的盘跟错节的关系,也会对皇帝感恩戴德,抑郁控制,除此之外,哈林帝还让刘氏烈猴子弟入朝作官,用来对抗外戚和宦官,哈林帝最大的失误其实不是以宗教宗,张让这些时常是宦官门,而是提拔料草刀大舅子和靖,和靖本来是个庸人,宙的高位,也渐渐有东汉前面那些外戚大将军专程的驱逝料,但是,哈林帝不是弱氏皇帝,他自有对付和靖的手段, 和靖设立自己可以控制的亲军,说明皇帝不信任和靖,而用小皇门简朔,并不用中常事,说明皇帝对石常事集团也在防范,为了不过分四击和靖,皇帝又让和靖的部下,古断中郎江元绍出任中军下位,这只西元军真的很厉害,中军下位是元绍,典军下位是曹操,日后都是逐鹿天下的英雄,曹操还开创了一代王朝, 哈林帝时代,虽然是连绵战争,政局动荡,但是汉朝皇室的威权仍在,地方割据的状态还没形成,一切都来得及,假以时日,或许不会出现后来的三国局面,再次感谢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